那我们今天要讲讲 那我们要创造幸福的剧本 为什么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呢 而且每一个人的感觉 所要的幸福也不一样呢 那到底这个幸福是什么 我们就要明白了 明白之后我们才能够 更好的怎么样 去达到我们的幸福 那你看大家每一个人 讲的都不一样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来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 幸福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从马斯洛 这个心理学的需求理论 非常有名 已经流传到现在 各行各业都在使用 这个需求理论讲的是什么 人的需求呢 会从下往上 一层一层的 去呢 向上提升 当下面的需求满足了 他就会往上 去满足上一层的需求 这一层满足了 又会继续往上 一层满足了 才会继续往上 如果呢 这一层不满足 就会停留在 某一个下面的位置 直到他觉得满足了 然后呢 就会往上 所以呢 它是一个层次的 一阶一阶往上跑 所以从最低的生理需求 到安全需求 爱与归属感需求 这种自尊尊严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最后到一个自我超越的需求 所以呢 比如说呢 当我们呢 下面的需求满足了 自然就会往上走 比如说现在呢 假设你到非洲了 哇 这个非洲人他呢 怎么样 哇 吃不饱了 没有饭吃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叫他说 哇 你要去追求您的人生的 这个自我的尊严 或者是自我的 实现自己的理想 甚至呢 自我的超越 他说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吧 请你先给我饭吃 我都快饿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需求啊 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所以当下面需求满足了 自然就会往上提升 好 比如说了 下面的这个生理的需求 满足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去非洲做公益了 几年前呢 我率领一群伙伴 去非洲做公益 同时呢 去为他们那边的这个 打那个水井 因为他们没有干净的水喝 那因为没有干净的水喝 那个很多他们那边的小孩 就因为喝了那个不干净的水 结果就生 生了很奇怪的怪病 有的皮肤长得很奇怪 有的那个医生也不知道那什么原因 然后呢 最后那个小孩子都治不好 死掉了 这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 对这些孩子 或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 他们的幸福是什么 他们的幸福就是怎么样 有干净的水喝 他们就感到幸福 是不是这样 有干净的水喝 小孩子不会死掉了 太好 好幸福 谢谢你们帮我们打井 过滤水 有干净的水喝 这个对他们来说 对非洲的这些伙伴 这些没有水喝的伙伴 幸福就是有干净的水喝 好了 比如说最近有这个 乌克兰的战争 对不对 那在那个战争里面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安全的需求 所以对那些 在战争里面的这些 伙伴或伤亡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这些居民 所有这些人民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当他们觉得安全的时候 他们就感受到幸福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幸福是什么 他们可以安全的存活下来 不要被战争这样子攻击 然后死掉了 这就是安全的需求 能够平安活下来 对他们来说 就是幸福了 好了 比如说 之前我们有案例 爸爸跟女儿吵架 女儿不跟爸爸说话 女儿觉得爸爸呢 就是因为爸爸害死他的妈妈 为什么 因为呢 爸爸有外遇 后来妈妈呢 就呢 服毒自杀了 哇 结果女儿很生气 很生气 觉得都是爸爸的错 所以呢 就一直怪爸爸 所以感觉在这个家呢 没有爱 没有归属感 然后呢 爸爸也觉得 女儿不爱他了 所以他们在 爱与归属感 这个需求怎么样 卡住了 结果透过 我们的课程 哎 女儿重新面对 爸爸妈妈之间的问题 有个机会 女儿发现 原来 爸爸跟妈妈 他们之间 有他们夫妻的问题 然后妈妈 用这样自杀的决定 其实是 也 害了自己 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 用这种方式 也伤害了爸爸 而且是 无法挽回的 所以我们就 辅导这女儿 去面对 她跟她 妈妈 她爸爸之间的问题 协助她 退回到女儿的位置 去尊重原来 爸爸妈妈 他们从以前 就一直吵吵闹闹 有他们的问题存在 而 她的爸爸 一样去爱她的 她的妈妈 也是爱她 只是她们 夫妻之间 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 去处理 用这种方式 结束了 但是她看到 她的妈妈 希望她 能够好好活下来 不希望她 好像要 替妈妈出去 出气 一样 然后一直对抗 她爸爸 不跟她爸爸讲话 所以就这样子 十多年 没有说话的 女儿在课堂上 第一次 重新 透过我们的协助 透过 系统排列 这个方法 有机会 我们会来介绍 透过这个方法 她重新去面对 她的妈妈的过世 跟她的爸爸的关系 结果 哇 现场都很感动 重新去面对 她母亲的过世 然后呢 重新的 跟她的爸爸 在现场 她爸爸也来到 然后愿意去 看到她的爸爸 然后呢 愿意最后 跟她爸爸 有一份拥抱和解 那从那里之后 她的父亲 跟我们说 哇 她的女儿 开始愿意跟她讲话了 而且她知道 原来 夫妻的问题 其实不像她想象的 因为女儿自己 也结婚了 发现她跟她老公 其实相处上 也有她们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 她就开始 变得好像 长大了 所以这个爸爸说 她好像长大了 然后愿意跟她说话 所以妇女的关系 一下就改善了 怎么样 爱与归属感的需求 得到满足 然后呢 当这个 爱与归属感 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向上了 然后呢 向上呢 我们就有自我的尊严 比如说呢 我们呢 之前呢 也有个案例 一个呢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女企业家 她一直想要呢 这个 在她的事业上 更加的成功 然后呢 让自己 也可以得到 更多的 受尊敬 可是呢 她一直有一些盲点 有一些卡点 然后我们去探索 她的事业上 哪里卡住了 她的这个财富 为什么没有办法 好好收住 留住 结果就 就这样的探索之下呢 了解原来 她的财富 她的事业 背后是什么原因 影响了她 然后让她如何 怎么样去突破 那背后的一些动力 影响力量 有时候是比较深层的 甚至包括到 我们的家族 或者是我们的事业 背后的这些 企业的这些动力 当我们探索出来之后 就帮助她 从这个动力里面突破 把那个心结打开了 后来上了课之后 就告诉我们 过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 开始说 老师我现在目标呢 越来越朝向目标达成了 结果到了不到半年 她给自己定的目标 她就实现了 她公司的营业额的目标 而且提早实现 然后她跟我说 提早实现之后 她很感动 很开心 然后把她赚了一些钱 怎么样 又去做一些善事 所以她的尊严 得到了一种被尊重 而且自己得到这份尊严 她自我实现的需求 也满足 然后甚至她更上一层楼 朝向自我的超越 所以各位 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明白 每一个人的幸福 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 不同层次得到满足的时候 她就会怎么样 感受到这份幸福感 然后呢 接着这种需求就往上 那许多时候啊 很多时候 人们会卡在哪里 人们都想要实现 幸福快乐的生活 想要自己实现 我们的理想 但是最容易卡到 就是在爱与归属感 这中间这一关啊 卡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她想要去实现她的理想 可是呢 比如说她的家族 她的家人 她的父母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 影响着她 或者呢 她的家族里面 曾经可能 在事业上 在金钱上 有一些问题 她这份归属感呢 会让她忠诚于她的家族 所以呢 就在这里面 为了获得归属感 让她的事业 她的金钱 就卡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继续向上 实现她的人生的理想 OK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以这样子 一个心理学理论来 为架构来看的话 那各位 那幸福就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幸福 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样 需求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 啊 如果呢 现在呢 比如说在座的在这里 哇 都可以在上网学习了 都有电脑 有网络了 我们说 哦 你的幸福是 有干净的水喝 你就没 就不会感觉到 哎 我每天都在喝水 我不会觉得幸福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需求层次 已经不一样了 这样明白吗 啊 好 所以呢 以这样的一个 理论 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来看 那幸福就是什么 幸福就是呢 阶段的需求 获得到满足 阶段的需求 获得满足 也就是说 你现在 是在什么阶段 你在这个阶段的需求 得到满足之后 你就会有份幸福感 啊 这样有感觉吗 啊 有感觉了 所以呢 幸福不是一个什么 绝对值啊 它是呢 有一种幸福的感受 啊 幸福的感受 而且呢 是怎么样 因 每一个人所处的状况 幸福感的需求 就会改变了 这样大家 有没有一些 感觉了 有没有 啊 有没有一些明白了 啊 所以幸福 它不是一个 绝对值了 啊 依照我们每一个人 它的阶段 啊 不一样 但是问题会出现在哪里 比如说 有一些人 他生理的满足怎么样 啊 已经满足了 然后呢 他现在有安全的满足 对不对 哎 可是呢 如果他停留在那个阶段 比如说呢 他呢 生理上 物质上 都得到了满足了 可是呢 他觉得怎么样 不够满足 还想要更多 这个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他往上去提升 如果他爱 与归属感 得到了一份满足了 但是如果 他呢 还要更多 我要更多的爱 我好像需要更多的人 有这份归属感 要更强 这个时候就影响他 继续向上的提升 所以有些人在家庭里面 哎呀 大家都好像归属一个家 很好啊 我们家庭和 相处和睦很好 可是呢 哎 这一家人好像呢 哎 有很多潜力呢 很多理想 哎 他没有去实现 他只是呢 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向上提升 好 所以大家这样子 有感觉吗 啊 如果有的话 给我一个回应 跟上吗 OK 好 谢谢 所以各位 幸福 这样是有科学的 有心理学理论的根据 他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开心自在那种 原来我们要去看到 我们的每一个阶层的需求 是否达到某一个满足了 圆满了 哎 到了这一层 得到满足 就会往上 啊 继续呢 会往上 啊 所以当时候呢 佛陀 啊 比如说 这个佛陀 释迦牟尼佛 他呢怎么样 有饭吃了 有房子住了 他住的是大皇宫 哇 他的爸爸妈妈又爱他 又有太太 哇 家人又很和谐 但是他觉得不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有人 就这样死掉了 他不明白 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 他不明白 生命的道理是什么 所以对他来说 他的幸福就是什么 自我的去超越 自我的实现 去明白 生命的真理 去寻求那种开悟 有没有 对他来说 开悟呢 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然后呢 他把他开悟了 这份智慧怎么样 又可以去分享更多人 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每一个人的层次的阶段 会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往上走 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幸福 而且呢 会不断的成长 内在的成长 我们又达到新的境界